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那当然来讲呢 今天一样是太阳升上来啊 新闻端出来 那到了周五啊 算算这个礼拜过得挺快的 那换句话讲 九月呢 也要说再见 马上就要迎来十月了 今年呢 这个过的日子看起来也真的挺快的哈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 一晃就到了九月底哈 那到了九月底 又是呢 周五 今天想跟各位来谈的这个新闻啊 当然谈的就是 美国现在在担心什么哈 这个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之后 关岛能守得住吗 那当然讲到关岛之前呢 我们来看到今天天亮之后啊 很多大新闻 第一个 当然不用说呢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啦 这个北溪啊 这个天然气管破损 那听说现在最新发现 第四个缺口啊 总共破了四个 那换句话讲 就是双保险啊 这个去动手的人呢 怕一个口啊 这个万一失败 对不对 所以搞两个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是不是有一个任务失败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会三个 那二号是两个缺口 一号是一个 现在一二都各两个啦 那这最新消息 那另外来讲呢 美国跟英国都在呼吁哦 在俄罗斯的英国跟美国公民啊 要尽速撤离 为什么 不是美国跟英国要打俄罗斯啊 是因为这些人啊 有双重国籍啊 所以万一被征兵 他到底是要帮俄罗斯打美国人呢 打英国人呢 还是怎么样啊 所以呢 他说你们有双重国籍的 快走啊 此地不遗留 那当然回头再来看到呢 太平洋岛国的这些代表 14个国家到了白宫啊 美国呢 这个当然讲了一大圈啊 最终呢 就是再砸钱啊 砸了多少 8.6亿啊 在过去15年 过去10年 他说他已经投了15亿 那现在呢 再加码8.6亿啊 嗯 这个 看得出来美国现在似乎呢 要这些 太平洋岛国啊 统统导向美国的怀抱啊 美国应该算是重返啊 这个南泰 那当然呢 带着钱来啊 那是不是能够呢 真的满足这些太平洋地区的发展 嗯 这还值得观察啊 但是始终言下之一 就是说 你们如果拿了我的钱 就不要跟中国来往了啊 这个 为什么不能够让南泰地区 两边大国都来支持呢 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但是美国说 有我无他 有他无我 那种味道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一个比较轻松的是 英国维珍航空啊 开始要求这个空服员啊 这个穿衣服没有性别限制 这是如果男的空服员呢 想穿裙子 我们也性别尊重啊 所以下次你如果搭飞机啊 可能如果看到那些空中服务员啊 男性的 穿了一个裙子 你应该呢 不要大惊小怪 你会觉得说 哎 这真的是性别要平等的时代来临了啊 真的是 时代变得太快了啊 好吧 我们要与时俱进啊 对不对 不然人家就会说 哎呀 你都老了啊 不懂 跟不上时代 那好了 进入今天的话题 周末到了 对不对 竞抢这些国际上的这些事情都是负面的 烦都烦死人了 听了都耳根都已经要长茧了 对不对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啊 美国在怕什么 美国在怕什么啊 这个说实在话 美国啊 坦白讲他应该没有怕过谁 美国建国以来好像没有怕过人 对不对 谁惹他 他就打谁嘛 对不对 当年日本去搞珍珠港 那个真的是啊 脑袋有问题啊 当时356理论上是反对的 当然在军部要求之下 因为他在美国留过学徒哈佛的嘛 后来他就做了一个策划 因为他当时再三讲不能去动夏威夷啊 我们呢 打清华战争 打这个什么大东亚共荣圈 美国不会理我们啊 他们那种至少门前雪的国家 不会管我们啊 不要去惹 但军部的意思就是说 这样的话呢 让这个美国啊 吓到退回去美国本土 乖乖的 我就可以好好的发挥一下 对不对 我们大日本的这个共荣圈 当然不听嘛 不听这个三本的劝啊 最终呢 这个日本也就战败啊 三本也在所罗门群岛这个空中啊 被美国那个战机啊 打掉啊 这个克死啊 这个南太所罗门啊 好了 那就讲讲到关岛啊 关岛当然也在二战的时候呢 是一个重要的据点 二战打完之后呢 美国这么一看啊 这个关岛对于美国的战略众生啊 至关重要 对不对 这个跟关岛没有关系了啊 至关重要的是 就是重要了啊 好 那当然呢 这个关岛就美国就好好经营啊 就开始经营了啊 那怎么经营呢 在上面有了空军基地啊 安德森空军基地啊 那另外还有这个军港啊 这个叫这个阿普拉基地 还有陆战队的布拉兹营啊 美国就在上面呢 开始这个部署 当然二战结束之后啊 那么一会儿光景 就来了这个美术冷战 美国就在想啊 这个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呢 要快点建立 那建立之后呢 我们要驻日美军啊 这个朝鲜战争 后来打完之后 还有驻韩美军 最后才是老家 这个美国的本土啊 所以这个布局呢 就像打球一样 第一道 第二道 后面还有两个后卫 前锋 中锋 后卫啊 然后呢 他躲在后面啊 这个稳稳的 这个局啊 布完了之后 那关岛的重要性就不在话下嘛 那夏威夷那也知道 当时二战日本还把它拿 就知道它很重要 但是现在也恢复啊 当时也是太平洋司令部的所在地 好 那关岛呢 战略位置啊 很漂亮的地方 基本上从关岛起飞的飞机啊 12个钟头可以到亚洲任何国家 任何区域啊 他大概飞到上海 从关岛到上海 4个钟头 那飞到朝鲜 4个半钟头 大概就飞到了 意思就是说 他过来的时候速度非常快 到日本就两三个钟头啊 就可以到了 所以那个都在他的范围内 所以美国当时在关岛就做所谓的轰炸大队 轰炸机啊 B52很早就进驻了这个关岛 所以在关岛来讲呢 就有大量的带药库 油料库全部在关岛 因为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你后面要有一个后勤嘛 打仗的时候 你从本土运 对不对 太慢了 就像这次俄罗斯跟乌克兰 对不对 就是因为后勤啊 让俄罗斯的军队在前线 推进困难了 甚至在哈尔科夫啊 还要后退 就是没有后勤 所以当时把这个后勤基地啊 就设在关岛 听说关岛的那个弹药储存量啊 这个真的是超过他的需要啊 那油料啦 各式各样 存了很多 地到底下坑道里面都埋的挖的 都藏的哈 准备呢 这个万一啊 在亚洲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有需要的时候呢 哎 马上这边就去了 好 那当然来讲啊 现在美国为什么担心关岛呢 不是有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吗 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第一岛链快消失了 这个解放军这些年的动作啊 无事于第一岛链 我还记得大概十年前差不多 中国军舰通过宫古海峡 那可是天大的新闻啊 对不对 说中国军舰通过了宫古海峡 那简直是好像那个外星人啊 到地球一样 吓死人了 西方媒体那个篇幅啊 那么大 这个中国解放军的军舰通过了宫古海峡 那当然这个中国通过了以后 就太平洋演习一下又回来了 好 那时候要是过一次不得了 真的了不得的不得了 好 那现在咧 对不对 简直就像进厨房三天两头走 没有人报了 就前两天 这个中国解放军跟俄罗斯的海军 去了这个阿拉斯加 那边绕了一下 我看除了日本有报道 中国有报道 西方通通没有讲这件事啊 对不对 第一他们觉得没什么 对不对 来就来吧 已经习惯了啊 那第二呢 他们觉得现在忙的是乌克兰啊 这边也不会怎么样啊 反正来就来吧 所以啊 你说这个第一岛链啊 名存实亡啊 对不对 就自动在消失了 第一岛链 好 那第一岛链呢 这个换句话讲 这个解放军把这个战略众生啊 就推了 推到哪去呢 推到菲律宾海啊 我们提过就是台湾的东岸啊 推出来了 那第二岛链呢 这个叫守好了 那第二岛链 当然关岛就在里面嘛 啊 有一份 那这个第二岛链呢 这个就要守紧一点哈 所以关岛来讲呢 现在啊就觉得不太对了 这个因为虽然这个基地建设的很好 那这个海军基地也有 他的海军基地是可以航母停靠的 他那个是一个很棒的港口啊 做的很好 空军基地跑到三千米 大飞机B-52降落 不是问题啊 对不对 他那个一个基地都几千人啊 那个很棒的 大基地 空军基地 还有海军基地 还有陆战队基地都很大 好 那当然呢 这个关岛还有好多地方啊 都被化成叫军事用地 就是以后再用 但是呢 一般先扎人啊 不能去 所以关岛虽然住了17万的美国人啊 但是呢 很多地方是他们不能去的啊 都是一话 军事用地 你闲人物尽就没戏了 就完了 好 大家走开了 那同时呢 美国在规划 第七舰队在横须赫姆港 万一有状况 要后撤 撤关岛 对不对 算第二岛链 那这个地方 那当然对于这个关岛的重要性呢 我们就讲一直以来它蛮重要啊 可是啊 这些年啊 中国啊 开始做了东风 关岛 就突然发现 他们不太适合吹东风 吹了东风之后呢 他们就头痛啊 尤其是那个东风26 怎么算 都不对啊 然后呢 现在有轰6K 都可以飞去啊 射一个巡异飞弹 关岛都在射程范围内 所以现在关岛啊 就开始紧张啊 前几年啊 关岛就开始做一个规划 要怎么做好它的防空 对不对 做好防空 当时他们的美军呢 就在关岛开会 说我们关岛那么重要啊 这个当年尼克松啊 要去把这个越战啊 要喊咖的时候 还跑到关岛 讲了一番话 在1969年的7月25号 那这个 当时尼克松要去菲律宾 经过关岛啊 就讲说呢 这个我们美国啊 不会承担 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的 防卫任务 言下之意呢 像越南啊 韩国啊 我不会管你们了啊 你们你们不要再找麻烦 因为那个尼克松上台的时候啊 越战已经打了好几年 打的是乱七八糟 然后呢 国内反战声音又很大 他上当选 这个乱贪子当然归他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说了一个 有人翻译成叫 关岛宣言啊 有人翻译成叫做 尼克松主义啊 反正意思就是说呢 在我不管你们了 你们自己看得办吧 自由国家啊 那不自由国家 他应该也没兴趣了 也不一定了啊 反正他喜欢管子就管 不喜欢 他就不管 好 所以这个关岛很重要 那重要的情况之下呢 现在就在思考 要怎么防卫啊 东风那么厉害 催了东风要命啊 那好 那么一看呢 就说这样 我们做陆基神盾 对不对 就可以侦测到飞弹来袭的时候呢 我们想办法把它拦拦 可是一看 这个关岛啊 200多平方公里 很小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这个陆基神盾啊 坦白说 又很贵 耗电量又很大 这个岛上呢 基本上的供电 第一 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那第二 放在哪里 这都不好放 所以这个研究了半天 这个看了半天啊 觉得说 陆基神盾不考虑啊 不考虑 那不考虑呢 那用什么呢 大家说这样 我们呢 把那个退休的巡洋舰 神盾级的啊 那个拖过来 就让它停在我们的四周海上 就海上等于是神盾系统 保护这个关岛 就这个是这个国会啊 国会那些啊 这大爷们想说 这个反正那个军舰要退休了嘛 对不对 他就靠着关岛附近 嗯 神盾打开啊 这个船呢 会不会跑没关系 反正呢 他能当海上雷达 可是海军不愿意啊 那等于是应付我啊 这个船第一老旧 第二 这个问题那么多 你现在要让我关岛的安全 交给一个已经退休的军舰 海军不答应啊 那后来有人出收主意啊 所以你看 以色列的那个铁虫啊 那个 那个巴勒斯坦啊 这个在射射的时候 射那个飞弹的时候 他们那个铁虫好厉害 全部拦截 我们也去啊买一套铁虫 对不对 来试试看 结果呢这个铁虫啊 还真买了 就拉回了关岛 就一放上去之后呢 结果啊水土不服 这个铁虫啊 是在以色列 面对的是 格兰高地 那种沙漠地区 对不对 来了关岛 又热 又湿 海里面的盐分又大 三天两头啊 这个铁虫就生病 故障 这一看呢 不适合关岛 这种海岛作战 对不对 好铁虫又退出去了 那当然来讲铁虫啊 他拦的不是那种东风的啦 他拦的是那种 就像那个巴勒斯坦做的那种 土制啊 土制火箭弹啊 大概就那个档次了 还可以了 真的那个东风拦不住了 尤其现在超音速 那个17 你怎么拦呢 铁虫 这算了 这个不行了 铁虫他爸爸来都没有用了 不行不行啊 好那铁虫也不行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说这样好了 我们最后拿我们的鸭香宝 萨德系统 对不对 这够厉害了 对不对 然后把它拿来 可大家一看啊 这个萨德啊 看起来够尖端 对不对 档次够 但他有一个问题啊 他是末端拦截 那能不能啊 我们中段拦截 更早把它拦截 他说好主意啊 好主意 把那个英国啊 这个国防公司啊 找来了 说这样 你帮我们啊 把这个 这个萨德系统啊 这个红外线追踪 升级一下 让我们的那个 萨德 打出去的飞弹呢 能红外线追踪 拦截 这个 拦截只能拦 东风嘛 除了东风 没有人会去 宽岛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他就说好 那就要找英国啊 来帮他改 那当然对于这个 整个绕了这么一大圈啊 看得出来呢 现在的急迫在哪里 好了 那就在前两天 关岛的指挥官叫马里亚纳联合地区指挥官 尼克尔将军啊 来了 对不对 新官上任 刚刚上任 啊 他说呢 这个他非常担心啊 中国把关岛啊 成为下一个珍珠港 我们美军啊要做好准备 哎 这个指挥官啊 你也给这个士兵们啊打打气嘛 对不对 一上来呢 讲完这番话 我看下面都凉了 半截了 对不对 都冷了 都冷了 哎呀哎呀 都是真的都已经头头晕了 对不对 然后说把他们当成珍珠港 那个就知道 因为因为现在来讲啊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东风二六 预估啊 东风二六现在中国解放军啊 大概有四百枚 如果对付关岛 那不用说嘛 一定是不可能去一个啦 一定是 一波可能二十个 再一波五十个 这样打 你才有效果 对不对 同时 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 但是中国不会轻易 不会轻易 那个就等于要跟美国 要打中美战争了哈 但如果真打仗 我们讲战术角度啊 先不谈政治 战术角度 一定要这样打嘛 对不对 火力压制 就没了嘛 什么战机升空 什么反制都没了嘛 立刻买单 把你解决了就完了 对不对 那关岛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美军也知道啊 所以现在把萨德拉出来 那这个指挥官呢 说大家放心 现在美国军方决定啊 七到八年内 要投 十二亿到二十亿呢 把这个萨德系统建立起来 建立在哪呢 这个关岛周边呢 有很多无人小岛 我们把这些 什么飞弹车啊 雷达车啊 就放这些岛上 这样的话呢 这个东风来的时候呢 就去打那些岛 就不会打关岛 对不对 你看我聪不聪明 有一个这个厉害的 好好好 都聪明 都聪明去吧 好 那所以现在来说呢 这个关岛的防务啊 真的就有一点像 一直以来啊 美军啊 常常看待中国啊 都是比较忽略 所以在西方 常常有一种说法叫做 房间里的大象 大家视而不见 对不对 但中国今天的实力 你不能视而不见啊 那中国的导弹 已经让美军啊 感觉到 要想 发破头皮啊 要怎么办呢 所以啊 虽然大家说东风东风东风 东风 讲了半天 航母啊 这个航母那个 但是现在最紧张的是关岛啊 啊 就连刚刚上任的 这个联合地区指挥官啊 就给大家先下马威啊 说 我们是下一个 夏威夷啊 大家要好好的准备啊 我们要那个 不好好部署一下 加大存活率啊 那种味道 你就知道地缘政治的变化 讲到国际场合上 最后真的是只有一件事 靠实力啊 没实力不要说话 话语权 那个 我们文明人坐在屋子里 大家喝茶聊天 讲讲话 还可以 在国际外交场上 哪有什么话语权 靠的就是你的能力 跟你的实力 来决定你话语权的 话语权的大语小 所以讲到今天也看得出来 美国一直以来在战略上 有很多就是政治跟军事 经常他们会混在一起 这个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我们举个例子 讲一下就好 不然美之后讲太长 那讲到的呢 就是当年越战 越战开始打之后 美国呢 没打过丛林战 以为二战的方法去打越战 结果打的乱七八糟嘛 对不对 那美国人呢就想说 地面啊 我搞不过这些越共 我就呢 用我的火力来压制 对不对 那我的火力呢 一定要来自空中啊 就决定了一个叫滚雷计划 滚雷行动 那这滚雷行动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用轰炸 我要动员啊 我的这个军机啊 去北越丢炸弹 让这个北越 经不起炸了之后呢 投降 把他的后勤补给线 全部炸断 对不对 那大家一想 哎呀怎么那么聪明啊 这个政客觉得说 你看我们有那么好的点子 给你们军方 对不对 所以呢 就下达了个命令 那那个当时的那个 呃 美国总统就牵制了 所以在1969年的 这个等于是1965年的3月2号开始 1965年哦 3月2号开始 一直进行到1968年的11月1号 那 这个美国战机就去去这个越南丢炸弹啊 那怎么丢呢 就下丢了 基本上 除了机场之外 除了距离中国边界20公里之外 通通丢 只要是桥梁道路 怎么就丢啊 丢了多少呢 这个美国打太平洋战争很厉害吧 他东京大轰炸很厉害吧 他丢了多少炸弹 50万吨 二战哦 在太平洋 日本什么这些美国总共啊 轰炸机丢了50万吨 在越战他丢了多少 258万吨 258万吨 那是那边 二战打成那样 50万吨 他在越南丢了285万吨 丢到什么程度 各位都不相信 月战结束很多年之后 那 这个不是有森林吗 很多人就去砍这些树啊 做家具 做家具的时候 这个不是一个大的原木吗 就送进这个这个木材工厂啊 叫切 这个锯条啊 啪一个就断了 大家觉得奇怪了 这个锯条才买的怎么会断呢 结果呢 后来才知道 当时炸弹丢到什么程度 那个连弹片呢 都打到树里面 那个树就继续涨 那个弹片呢 就留在里面 总共 丢炸弹 美国自己算了哈 因为丢炸弹 炸死了 北越9万人 其中平民7万 这什么逻辑啊 就是乱丢了 7万平民 因为美国的滚雷行动死掉 那为什么呢 难道美国美军真的不会打仗吗 No 错了 因为所有的任务 必须由华盛顿 这个参谋长那些会议主席决定 这些飞机去多少架 去什么地方 丢多少炸弹 通通是由政客 白宫啊 华盛顿啊 决定 那陆战队的 海军的 空军的 用各式各的套路 这个滚雷计划 到最后啊 干脆把这个越南啊 切成六个块 空军负责两个 什么海军陆战队负责几个 就这样子啊 就是完全啊 就是政治领导军事 那场整个轰炸下来 不要说花多少钱哈 你光算那个258万吨 出动了多少架次 大概有30.4万次 这飞机啊出去 30万次 30万架次 的战机啊 去丢炸弹 来来去去 总共丢了多久 三年八个月 结果有没有效果 没有 北越呢 越炸越勇 对不对 然后呢 北越的米格基啊 没有美国的战机厉害 对不对 但升空他打你啊 打了就跑 美国那个F1-5啊 居然看到米格基来啊 还没到目标区 丢了炸弹就跑了 炸弹吓都吓死了 你就知道 那个越战在后面 这个滚雷计划 是乱七八糟 就是典型的政治领导军事 好 那讲到这里也看到今天的官岛 又有那点味道 对不对 这个政客常常在决定 你应该用什么武器啊 来保护你自己啊 但是讲到底啊 讲到底 你不要去招惹别人 也不会有东风吹你了 对不对 你没事去东招惹西招惹 等到风来的时候 你又怕的半死 所以呢 周五的时候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也让我们去思考一下 现今的世界局势啊 真的是 就是那么回事啊 这个实力最重要 对不对 有实力 有能力 对不对 当然呢 我们谁都不怕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谢谢各位这几天 的留言啊 那个留言的数量啊 我稍稍比对一下 就算点几啊 不到五万 但是呢 留言的数字呢 超过 前几集十万的留言量 就看得出来 大家真的是 太棒 太棒了 那今天周五 目标 超过十二万订阅 好吗 还没订阅支持一下 我们充十二万 朝下一个二十万的目标 努力 祝各位周波愉快 我们下周一一啊 准时空中再见咯 拜拜